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계산은 어떻게 해 드릴까요? 일시불로 해 주세요. 음,非常简单. 정문은怎么说的呢? 손님, 손님是客人的意思. 客人, 계산은 어떻게 해 드릴까요? 계산, 계산은什么呢? 마이단, 마이단은 어떻게 해 드릴까요? 我怎么样, 어떻게 해是怎么样的意思. 해 드리다和 해 주다의意思是一样的. 주다의 높임� air 드릴까요? 드릴다, 해 드릴다. 这个苗是表示一边一边的给 地上去这个卡 卡的是卡的意思 那么这个 내밀다 내밀다呢是伸过去地 地给他的一边说什么呢 一时 불로 해주세요 请给我一次性付款 我要一次性付款 这个意思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손님 계산은 어떻게 해드릴까요 一时 불로 해주세요 一时 불로 해주세요 经常说的 那么这个露呢是表示方式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和语法 那么第一个呢 客人怎么说呢 손님 第二个呢 卡的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卡 比如说信用卡怎么说的呢 信用卡的 那么银行卡怎么说呢 壮业卡的 卡的是卡的意思 那么这个 내밀다 推或者是什么呢 地的意思叫 내밀다 那么一时 불 一次性付款的意思叫一时 불 那么 계산或者是 계산하다 要是结算 买单的意思 계산 계산하다 比如说老板我要买单 那怎么说呢 사장님 계산해주세요 사장님 계산해주세요 请给我买单 我要买单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 아어드리다 是这个 아어드리다 尊称的形式 比如说 我要给老师 比如说我要给老师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说 선생님 계산해드릴게요 可是我要给朋友 的时候 朋友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 非尊称的形式了 친구에게 해주다 这么说 那么 보여드릴게요 보여드릴게요 보이다 是看的意思 那么 我给你看一看 那么如果我给你看的这个对象呢 是我要尊敬的人的话呢 我就说 보여드릴게요 那么如果是不用尊称的对象呢 我们就说 보여드릴게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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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尊称 这个是不太尊称的形式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拓展学习 한 마디 더 那么呢 在客人刷卡的时候呢 营业员会怎么问呢 몇 개월로 해드릴까요 몇 개월로 해드릴까요 这个 몇 是 지的意思 몇 지 那么这个 개월是个月 那么合起来怎么说呢 比如 개월 几个月 这个 로 表示什么呢 方式啊 用几个月来给你呢 比如 개월 로 해드릴까요 你想分几个月来付款呢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要说 我们要分三个月付款 怎么说呢 三 개월 할부로 해주세요 三 개월 할부로 해주세요 할부 할부呢 是一个汉的词 歌付的意思 歌付 什么是歌付呢 就是分期付款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 로 一样的是表示方式的 我用三个月 分期付款的方式 来给你 怎么说呢 三 개월 할부로 해주세요 三 개월 할부로 해주세요 那么六个月也是一样 有 개월 할부로 해주세요 都是可以的 那么大家想怎么说 就可以怎么说啊 那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